今夕咱家的风水 大家学运气 小心早上可见心 大家学运气 家庭圆满的表情 大家学运气 大家学运气 各位维新圣教疫情大学 第二期私信班 所有前世 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我们佛长功练王产老祖传记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史 一处天下定太平 那么鬼谷先世王产老祖 各位维新前世同修 各位失望善知识 各位小朋友的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大家 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 出生在地球的台湾净土 万教齐发的台湾净土 百家思想 都有它的道理存在 真理存在 但是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 就是 中华文道道统易经 风水雪 确实是我们 大家守护内的问题 回顾在十几年前吧 我们国家 某一个航空公司 每四年发生一次灾难 后来 后来我们国家 后来我们国家 中央的交通部部长 林部长 林山先生 大慈大悲 悲天悯人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四年一次的空难 里面有我们不懂的天机密在里面 所以林部长呢 他很慈悲地 请航空公司的董事长 董经理 好 来到我们维新圣教禅居山生活室 台北大安市 来请示王产老祖 王产老祖开市 你公司大门开错了 在南京东路嘛 你开错了 而且你开四个门 生老病时 四年一个灾难 而且呢 很多国籍都错了 那当时我就跟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啊 和总经理说 若是你要平安 我建议你要依照风水学 要依照疫经 依照中国 第一位智慧之圣 鬼谷子鬼谷牵师王产老子的妙法 来改善 来改善 公司就会平安 以后 做 这公司的飞机到国外 也会平安 所以当时 所以当时的董事长 国际机场入口 一个交叉入口 有一个航空公司 华航航空公司 园区 那是王产老祖指示规划设计的 我按照这样 我画头给公司去设计 原来国外公司 画都没有得到王产老祖爷爷 的认定 后来由国家 工程师 顾问工程师 来设计 如法设计 现在航空公司 增增日上的业务 平安的 送各位到达目的地 这都是风水 所以风水的问题 不是小孩子的问题而已 也不是只有大人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国家 也不是只有企业界 四农工商 百业百家 都离不开风水 大人小孩离不开 我家的风水 所以我们最近 也在讲解 儿童学习经认识我家的风水 所以我鼓励大家学习经 现在我们维新圣教到处在开口 我们目的是要创造和谐的社会 我们目的 我们要尊重 重视小朋友 出生出来以后 他的灵性非常薄弱 遇到的问题 没有办法去排斥 也跑也跑不了 只有在家里 要问贯 很可怜 很可怜 所以这个课题 我会用很长的时间 每个礼拜 有四天的时间 下午六点 到六点半 在微信电视台播出 希望对各位都有益处 刚才我所说的 一个公司不能有四个门 那么相对各位家长们 如果这里面开公司工厂 对外绝对不能有四个门 四个门是生 脑 病 死 生 脑 病 死 四月做不好 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四月做到垮台了 孩子很可怜 跟我们到处跑 躲躲藏藏 这么可怜啊 所以各位啊 你们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还是把真理讲给各位分享 有福的人 你就会得到这个庙法 其他就随胜因缘了啦 各位微信前世 各位失望善知识 主持开示 风水书 一牛车 要用 没有实验 这是千真万切的啦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 带着他儿子 小小的四岁儿子啊 来求救于亡产老祖 他说 孩子都被鬼压 鬼压床呢 晚上不敢睡 睡不着 所以到处问神 到处问福 到处算命 都找不到原因 我就用益经 帮他算 我拿这本书 给他看 鬼故故事 新网在台湾 里面有这个图 你可以来看看 这里面有图 问题在哪里 你自己翻 他翻了结果 就是说 师父啊 你书上个油鞋 这里有一个梁 他的床位 睡在这边 小孩子床位 这是压梁 鬼压床 这孩子都 胸口都闷闷的 摄持不下 养了一只像 小顽皮 就是这个问题 问了怎么办 扇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你 移过来 什么移到这边来 头 冲到闻 也不行 也不行 你一这样来 这样 虎又逼身 那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说 天老板定起来 就好了嘛 一瓶 八百块 四瓶三千二 天老板 盖起来 就没有事了嘛 哎 孩子的爸爸 书有道理哦 回去就把他盖起来 坐起来 好了啦 这就风水 虽然你信 你不信 你的事情 虽然你信 圣教 我们这种宗旨 你信什么教 绝对要遵守 原来的教义教主 尊重你们的老师 继续修你们修学的法文 拿到不足的地方 再来 参加本位新圣教 一清大学 这法文来学嘛 你的宗教信仰思想 你按照原来 原来不动 去修行 任何一个教的教主 都有他成道的道理 不然你看 你能不能成道 受理一个教 给人家修行呢 不可能吧 对不对 一年也没那么多嘛 所以我一再 告诉有缘的朋友们 你们来学习《易经》 不管你什么教 我都非常非常去尊重 以尊敬 而且护持 你原来所学所修的教文 教派 那么你不够的 来我 我《易经》大学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学习 学好了 你回去原来的教 去帮助众生 帮助小朋友 那你就是菩萨的化身了嘛 那你们看这样 对不对 对齁 所以各位 你们不要为反对而反对 风水的道理 我印证了 将近四十年了 女士不爽 曾经有一位孩子 三更半夜都起来跳 他搬到新房子 爸爸妈妈盖了一栋 很漂亮的别墅 但是孩子搬进去 就是非常的不平安 瘦得皮包骨 爸爸妈妈呢 就只带去给医生看 找不出原因 带去神庙公庙问神 也找不出原因 我来 来请示老祖 我就用意普卦 孩子有问题 一定卧室有毛病 卧室有毛病怕鬼 那一定卧室有屋外 屋极杀 臂刀 或是其他的奇奇怪怪的建筑物 来影响 所以这一栋房子 卧室从这进去 这里有窗 这个窗 这个孩子 他的床位 往回头睡 问题是小 因为外面这里 有一栋别人的房子 尖尖的 刚好窗 看到尖尖的 就好像有人来探 晚上睡觉的时候 眼睛蒙蒙的 这个屋极啊 就冲进来 就看到外面有鬼 这这个孩子呢 小朋友 就睡不着 就是乌极杀嘛 那怎么办 那我只有跟 家人说 你的窗 窗这样窗 天窗 外面 就是一个乌极杀 尖尖嘛 进来嘛 那我就说 你把这个 用沙玻璃 沙玻璃看不到 不然就盖起来 上面窗 把它 气窗留着就好 那就不会看到就好了嘛 那好了 改了 平安了啦 所以各位啊 风水的书 一牛抽 要在家里 所要的 不到十页的道理 各位 微信 前世 同学 各位 失望 善知识 小孩子的健康 是我们 大人的平安 小孩子的健康 是我们家庭的和谐 小孩子的不平安 任你有再大的能耐 事业还是会很难做的 曾经有一位 企业家 他的小孩子呢 有一次 因缘 就碰到 鬼压床 所以孩子呢 已经十二岁了 晚上不敢睡 每当晚上就跳 弄成这个孩子的爸爸 在美国七月文来 很赚钱 孩子就 一直吵着爸爸 说他家里有鬼 说他家里有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那爸爸带他来求老祖 我挂一毡用益精用毡 接着挂中 关鬼窑 全部动了 我说你家里真的有很多鬼 但是鬼动 父母窑也动 奇怪了 我说你家里墙壁 一定挂了很多 奇奇怪怪的画像 那么这些信主说 哎呦啦 他孩子出去 喜欢买一些骷髅 画像 贴在他的房间 人的时候都骷髅 很好玩 没有多久 晚上就做噩梦 哦 所以 我把他加持 不怕 我一定要到你家里去看 我要正道 在台中嘛 我去跟他看了 原来小孩子 房间里面 挂了一些奇奇怪怪的 艺术的 挂像 都是有画的 现代油画 那个怪里怪气的人 张牙利词 张牙利词 还有一些 无敌铁金刚也好 什么鬼骷髅 鬼新娘 哦 那些图 我说你 全部 拆掉 拿掉 所以孩子的爸爸嘛 妈妈呢 啊 原来是这样哦 孩子去读书了 你把他全部收掉 拿去烧掉 倒到啰嗦桶 啊 家里呢 你就 卧室里面 就挂一些 比较漂亮的风景也好 小孩子喜欢的图案 不要再挂那些 有其形必有其灵啊 所以 吃掉虫挂了 好了 孩子 稳稳 安安的 所以各位 我们 对于家里的布置 非常的重要 不要忽略了 墙上 孩子的 手挂的图档 曾经又有一位 我们老信徒 他的孩子呢 每到 下課回来 这边那一间看 那一间看 全部都找看看 就好像看到什么鬼啊 而且又听到 他孩子听到 哟哟 那个声音 告诉爸爸妈妈 也听不到 那我就到 他家里去看了 他家里 路在这边 孩子 卧室在这一间 这是窗 这个也是窗 结果隔壁 有一个 一栋 这是北方 北方 人家屋檐 差了差不多六十公分 华室盖到别人的房子 结果他闭刀往里面送 往里面送的孩子的床位 刚好睡这边 孩子完全静止睡觉的时候 静止状态 因为这个空气的对流 在孩子的脑海里面 产生摩擦 所以孩子就有换听 哦 很严重的问题 这叫闭刀嘛 好了我跟他家伦 哪里可以换别间来啊 换到这里来就好了嘛 结果他爸爸呢 他真的是这样吗 那不打你晚上睡看看 就换他爸爸呢 他又信 又提词 那就自己试看看 睡了三天了 晚上做梦 好几个人拿了五十刀 砍下去 哦 所以跳起来 第二天 就到前五十了 师父 那个臂刀很严重 讲给我听 我说那不行不能 那你今天不要住嘛 你这门外 这边呢 上面挂一个镜子 涂透镜 大了涂透镜 挂涂透镜 它就反射掉 那就好了嘛 挂涂透镜 选择初一十五 你挂的就好了 然后把床位移过来 床位移了 那就没有事了嘛 啊这个窗 你就不开嘛 开后面的窗就好了嘛 所以各位 我们家家户户的风水 问题多了不得了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风水永远存在 吉凶祸福 看你有没有福气 有没有智慧 再三强调 各位 我们我家风水 认识我家风水这本书 是要跟各位家长 过去学校老师来结缘 你们可以依照这个 帮助朋友们 共同创造 家家户户 社会和谐的明天 祝福各位 他在学一期 昨日出世和安息 他在学一期 神经济化心安宁 大家学一期 错识梦作可顺心 大家学一期 大人小孩且聪明 大家学一期 公司和谷西西 大家学一期 小心早上课 和谐西 大家学一期 大家学一期 家庭圆满的调兴 大家学一期 家庭圆满的调兴 大家学一期 我将社会天爱兵 大家学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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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圆满的谣 arla Their Obligion 大家学一期 大家学一期